來看就是這個民進黨 如果有意思想要來參選這個 2020年這個總統 初選這部分 現在都有人在標台了 來看是這個 董主席蔡英文跟這個政府總統 這個魯秀蘭 他們都在標示說 他們現在正在時刻 看是不是要投入這個總統台選 這個上班人 2020年領下總統人選 馬上變成國家的關係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參謀 退到電的時候 第一次標台說 他開始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你要我告訴你有沒有答案 我告訴你 現在沒有一個確切答案 但是我告訴你 我真的是有在思考 政府總統魯秀蘭 陳先生已經有寫重點 有兩人說 他也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也在思考 沒錯 對 因為我覺得2012年 台灣的前途 會面臨非常嚴厲的挑戰 不是誰要當總統 是誰能夠來因應所有的變局 現在好像沒有人要選 都沒有人要選 我們再來想好不好 另外 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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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參選 陳先生已經對索津昌 雖然還不會政策來表態 但是有當然人數 發出了索津派 還是索津派 希望以下到的方向 就像索津昌 參與蔡英文的人來選 全民調是大家的共識 如果大家還會想出更好的方法 或者怎麼樣子在運作更好的方法 只要大家談得好就可以 我們在2008年的經驗 雖然我們的候選人也去尊重了我們支持者的這種意願 但是最後證明說他應該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總統擁有這麼不可能 搖擦當然有想要參選的兩千十人人數 坐著來好好說一下 蔡英文說標示對於民進黨 這確實很重要 但是當中央沒有想要拖 也不可以中結 不可以沖縫來處理 需要一個過程來協調 記者 綜合報導 這國寬敏是在標示說 當你發表他的政見之後 再說 早上十點半都拍到郭寬敏 立委高志鵬 黃仁樹到台北監獄會見前總統全約貶 談及2012總統聯選 我們台灣人裡面 做過總統的只有他一個 所以呢 他以後要領導台灣的話 要超越超越 超越這一般的這種思考 民進黨總統聯選 確定採取全民調 而郭寬敏之前曾說 如果做過大選 不交由黨員投票 不惜退黨 8號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首度鬆口 有在思考選總統 郭寬敏沒有表態制止與否 強調 不要選就要公開表達政見 不要強求他 他自己沒有講話 旁邊的講 蔡主席的選總統 要做的話 要負責的話 你出來自己積極的講說 我要選 民進黨內目前所有表態 有一角度公共的 除了有黨主席蔡英文之外 還有前副總統李宿廉 前前院長孫英昌的可能性 也很高 就是誰能出現代表民進黨 還得看後續的民調結果 記者林姓張國良台北報導